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何河宇宙 周晚聪和大家一起Live的天台 阿聪 你好 听不听到我说话? 听到阿俊 欢迎大家来到冲场 周晚聪和胡思频道胡宏俊今天和大家见面 不经不觉来到3月 经过了昨天 通常是4年一次的2月29日之后 就踏入到3月份 3月份对于英国和香港的朋友来说 其实都是同一个感觉 就是春天的也且确即将来到 当然两个地方的温度仍然有个差距 但是在英国这个地方经过了一个寒冬之后 虽然这几天天气仍然是早上有些冬 不过来到3月的时候 相信大家的感觉都会开始很不同 是的 说起3月一定要提醒 就来春分 春分之后 就是一场夜短 英国朋友应该是相当折角的 香港也开始会暖一点 其实最近香港也有些春意 不过刚刚又凉了一下 接着就会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香港究竟是春意 何意 都很难说 因为宣布了财政预算案 阿聪有没有留意 都有的 虽然离开了香港 每一年的2月下旬都是大概这个时间 香港都会由财政司司长公布这个预算案 今年的预算案 究竟是开心的人多 还是不开心的人多 悲观的人多 还是乐观的人多 看完之后 当然就是看你是什么人 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今天跟大家说几个重点 当然如果最关乎香港人本身的民生 重点当然是过往几年 例如也有一些输困措施 又有派消费券 又有新讽税有些豁免 今年来说 如果是算了 我们俗语所说 减糖的份量 其实就是少了 可能糖度太多了 过往几年 所以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就决定今年会减糖了 几样 例如新讽税 和个人入息税 尼德瑞的宽减上限 就减到最多三千元 另外差响由宽减两季 变成宽减一季 上限每户一千元 另外过往也持续了很多年的电费补贴 未来的这一年都没有了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过往几年 连续三年 香港人都会收到消费券 终于都真是告一段落 如果这件事的话 可能减少了争拗 过往都是一些官员 甚至是财爷自己 在过往几年都曾经说过 究竟离开了香港的人 究竟是否应该再拿消费券呢 他们有没有资格拿呢 今年这个的争拗 就可以不用再说下去了 好事啦 不用这么复杂 要研究一个人 究竟是移民了 还是未移民呢 也有很多争拗 有些情况下 你又当你移民了 有些情况下 你又当你未移民了 究竟那个人的身份是怎样呢 现在也很难说 现在没有了消费券 即是说 移庄民没得收消费券 这个问题 即是说 就算大家 就算你不在英国 不在香港居住的话 其实都是未算移民 当移居 即是暂时居留外地而已 政府可以有个简单的做法 也不用怕被人说 强积金又不给人家 但是消费券又不被人拿 少了这件事争拗 减糖来说 如果对身体来说 就不要那么甜 就有好处的 因为甜就有很多问题的起源 有糖尿病 有很多脂肪 不过对于荷包来说 就未必好事了 减了这个税务负面 减了差响的负面 也没有了电费补贴 那些钱从哪里来呢 就在大家的荷包那里来 所以大家可以用的钱 其实很明显会少了 陈茂波对于这件事 有没有什么说法 如何安慰大家呢 是啊 是啊 他也说过一句 希望大家都谅解 现在财政状况 这样的时候 能够做的空间都比较少 刚才胡思都提过 对于减糖的荷包来说 当然市民没那么好处 不过这个绝对是因为你悲观 因为我们看到 政府库房的收入 相对会有多一些好处 刚才说过一系列的减糖措施 其实就会令到政府每年 就省下四百多亿 如果你用一个思维的角度去看 就是政府的钱 其实就是纳税人的钱 纳税人就是我们 就是香港人 可以试试 那变成了他们的 香港人的荷包 整体来说是多了的 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又不知道会不会 令到香港人的心去舒服一些呢 那当然了 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陈茂波提到 就是说 现在这样的财政状况 所做的空间 都真的有限 那这样 这一年左右 就是2023到2024 这一年左右 他就提及财资 就去到1016亿 财政储备就去到7300多亿 当然了 这个财政储备 对于是很多的 就是全球一些成熟的经济体来说 都是不少的 但是因为之前曾经是很多 所以如果 来到这个情况 7000多亿 跟最高峰的时候 都已经是差了一截了 当然了 你说财赤严重 减派糖 大家都是明白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 现在派消费券 就是过往几年 政府的一个口风 都是说 希望能够藉着这件事 刺激经济 政府去推动市民 就是派一些钱给你 希望你就多用一些 同一时间 希望能够去振兴经济 但是你现在看到 就是香港 在这个上一年 就是叫做开关 叫做将那些防疫措施 全面去撤走之后 你会看到整个市道 是不断都是向下的 虽然我们是 现在都不在香港 但是去看新闻 听回一些在香港的朋友 他们的一些 一些的 一些的说法 就是最 叫做最 最拿命的那样东西 就是那些夜市 是不是 那些吃店 就是随时是9点 甚至是8点 跟你说 我们是最后的 就是这个 那么百业萧条的境况 其实 是不是更加需要去派消费券 这个我就 不是从一个 是不是市贵 或者是 我真的要贪 那几千元的角度 去说 而是说 如果你是看到 市道这么差的时候 喂 你是不是一定 更加需要去推动一些东西 就是我继续去派消费券 令到你香港人 留下在这里消费 这个 就是过往这几个月 甚至是 就是过往这一年来 就是大家都去谈论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 逢星期六日 甚至乎是 是闲夜的夜晚 就是很多人 去了北上消费 那如果你说 有消费券的话 只限是香港用的 你没理由说 大湾区也用的嘛 那所以 你如果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更加能够去 留住到香港一些人呢 那虽然 那个 究竟那个程度有多少 但是起码都有一些事情做到 那样 还是说 另一个想法就是 都做了三年 心想 心想那句 不说出来的 派了三年 香港都是这样 跟不派 其实都没什么分别 所以就不派了 是不是 其实 心底里面 财爷 或者整个 政府部门的理财 理念 都是这么悲观呢 那样 还是说 都由智及兴 大家应该很乐观的 或者整个政府都很乐观 其实就算 不是有消费券 不是政府这样去 推动你去消费 大家都会继续消费呢 这个究竟 究竟财爷的心想什么呢 我们就没办法猜了 那只能够 在刚才那几个答案里面 不知道会不会 看到有点 就是 可能 其中某些情况 就决定今年 那个减糖的措施 去真的减了 希望大家 那个糖分不要那么高 嗯 是啊 说到消费院呢 其实我也想了 虽然我就没有收了 但是就想想 假如我有收的话 只有那几千元 那你日常的 开支柴米油盐 也很容易用了那几千元的消费券 其实呢 它是现金比 还是消费券呢 我觉得分别不太大 因为那些 就是 香港要必需要的消费 你没有留心就买的 那些 就是基本日用的物品 那你就用回消费券买 接着剩下的钱 照去 就是大湾区消费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觉得 这件事 对于鼓励香港人流港消费 有什么作用 刚才你说过 现在财政储备 有七千多亿 财政就有千多亿 那不一定千多是多少呢 也要看看 你那个法债党收入 算不算下去 政府正式公布的数字 就是一千零一十六亿 但是呢 如果你撇除法债党收入 那种东西 其实呢 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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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多亿 除千多亿 几年之后呢 就玩完了 那究竟到时候呢 还是香港人会继续用这个全世界都没有的做法呢 就是发债党收入 就是令到香港的枯房 财源滚滚来 年年发债 越发越多 收入越来越厉害 所以呢 这个呢 政府的财资 应该是不需要担心 可能就是政府高官以下的想法 香港的状况就是这样 其实今次的财政预算案呢 其中一个很多人讨论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全面撤辣 是不是呢 全面撤辣 究竟是怎么样呢 全面撤辣呢 当然是说到楼市 在十几年前 实施了几项去打击 不是打击 是压止楼市 就是过份撤热的措施 那当年呢 就有这个买家印花税 額外印花税 还有这个新住宅印花税的 那财爷陈茂波呢 就提到 那现时楼价都已经下跌了 那膠头也都萎缩了 所以呢 辣椒呢 就已经不再需要了 那样 昨天呢 就是前一天 就是前一天 就是当这个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 全面撤辣 那这四个字呢 就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都相当之 一个叫punch line 就是一个是整份预算案 里面的一个就是重点来的 那这样 不知道黄俊有没有收到一张照片 我看到一张照片 收到来之后呢 就是在一个地产店外面的 那样 看了一会儿 好像总是有些问题 但是又说不出 那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 在网上 很多人都传过出来的 大家看到有什么问题 全面什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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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如果是 用这个 仓夕 或者这个促成 输入法的朋友 往往就会有些 就是问题出现了 如果你打仓夕 那字呢 是不会错的 就是你切就是切 就是当年这个 切回这个 逃犯修定条例 那就切了 但是如果你打这个 促成呢 在简字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你 看得不清楚呢 就会出现 途中 就是这个这样的情况了 就是明明是 全面切辣 那现在就变成了 全面杀辣 就是把那些辣 杀开去 就是这个 完全是 就是 天和地 就是正和反 黑和白的分别 那这个都 就是小小搞笑 都相当之 就是有趣的 那之前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 就是胡思都说过 就是早前呢 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呢 香港的楼价 楼市有多惨烈呢 就是 何文田的豪宅 是不是 浩田 就是这个 很多中文老师 都未必就是 可能第一时间 想到那个字 如何读 浩田 那么 几年前呢 就是去开卖的时候呢 就是2500万 那次你好像说 然后 最近有一宗交易呢 就是 差不多是 蝕了1000万里场 我真的 就是 我都不能够想象 就是我不能够想象 就是胡闻尽不知道 我真的不能够想象 究竟呢 就是 我做多少世人呢 才会蝕到1000万 这件事 但是呢 哇 就是那个买卡 就是 一距离 就 一距离 如果有什么考虑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知道了 但是你看到就是 2018年 入市 去到现在 2024年 6年里面 蝕住 都要走的时候 香港 是不是 大家都看到有志 和轻的好处呢 根据香港 一月的楼价指数 其实就已经跌到 七年来的 新低了 和2021年 9月 就是我走的那一月 2021年9月的高位 相差了 接近四分之一 这么多 这个都真是 过往 就是二十几年 就是经历过 这个 金融风暴 九七金融风暴 08年金融海啸 曾经的楼市 都是有一个 就是下滑的 这样 那之后也都回弹了 那 未来 现在去全面撤蜡的时候 究竟 又是不是可以 令到楼市 复兴呢 那大家都要留意 一件事 过往 二十几年里面 香港的楼市 为什么这么刺烈呢 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 就是中国资金的流入 那么 未来 中国资金 在这个 2024年 香港 切除了所有的辣椒之后 究竟 又是不是继续会来呢 那如果 没有了中国资金 没有了外来资金 单靠 在香港里面的市场 究竟 那一个的交投 啊 整个楼市 又是不是可以 因为这几个辣椒 没有了 而又可以 或者是叫做 死而复生呢 那这个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一个 放长双眼 看一看 多谢你提醒 原来 在我们走的时间 楼市是一个高位 印象中 其实在2019年 都已经开始 是橫行的 有上有落 按下按下按下去 BNO visa 推出没多久 就到了高位 所以当年 好像我们这一批 也有不少人 就是卖楼移民的 现在想起来 真是反一身材 否则就下跌了 四分之一的楼价 当然了 我也认识人 就是 都是想买楼移民 但做不成这件事 因为过去两年 楼价都不断下跌 有些人 就是 不想占卖自己的房子 怎么知道 不想占卖的时间 楼价又继续下跌了 现在就很好机会 就是设立了 很多就是 海外投资者 主要就是大陆 来到 不用让百分之十五那两只 这个是印花衰 所以就应该 对于这个 香港的买家 香港流域的买家 应该就多了 如果打算 买楼移民的朋友 会不会争取最后这个机会 就让自己 终于可以达成这个移民的心愿 这个就不少了 官网中的香港人 可以真的 要快些行动 这个 哇 你说到这个最后机会 很可怕 现在是最后机会 就是这么说 有赌就未为输 当然了 买楼那些 你不可以说完全是一个赌博 不过就是这么说 看看大家 现在 就是这一刻 怎么去抉择 究竟是 趁着现在 可能有个所谓的 小小的放宽 那切纳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很短的时间 就是交流会突然升回呢 还是很难回复回当年的情景呢 大家都要 如果还有楼持在香港的朋友 自己想一想 全面切纳 这个就是 入市 或者是本身 有物业的人 去 要留意的事情 刚才说到 现在来到香港的财赤 都是这么严重的时候 政府就想到一招 就是增加法债规模 在预算案里面 来到下一年度 即是2024至2025年 政府就想着 会发债1200亿 这个如果对比 和上一年的预算案提到 规模其实是大了 接近一倍的 上年 就算是 未来的年度 只会发债650亿 而这个650亿 一直到2028年 都是这个规模 但是在 新加坡的预算案里面 裁业就将 那个发债规模 就扩大了 由未来几一年开始 去到2028 即2027、28 那个三个财政年度 每年的发债 都会过千亿 甚至乎 去到2028年 那时候 会到1350亿 刚才也说过 究竟借钱 借的钱 借的钱 当收入 究竟 属于 是不是一个 合理的做法呢 我们就不是一个专家 如果就等专家自己去 去搞 那么 政府就 其实就 在这个预算案里面 一些小分项那里 就提到 这些收入 他就会摆入一个 叫做基本工程处备基金里面 就是将来的基建用 而这一条数 去砌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希望令到赤字减少 刚才说到 刚刚这个年度 赤字就是1016亿 但是 这个其实就已经 计算了 那就是之前本年 那个 就是发债的里面 那六百多亿 所以 如果不计算的话 实际 刚刚 就是现在这个年度 2023至24 香港的赤字 是去到1,700亿 但是因为在 陈茂波才爷 一个 发腐脑为神奇 就是好像变魔术 变一变之后 未来几年 看到赤字是慢慢减少的 甚至去到 2025至26年度的时候 如果不计算发债 那个赤字就是838亿 但是计算了 那个发债 就是拿来 那个所谓的收入 我们叫做 就会变成了 成为这个 63亿盈余 哇 就是在三年之内 就由这个 过千亿盈余 这个赤字 就变成 有几十亿的盈余 这个都真的 很厉害 如果是做得到的话 相信陈茂波都会 这个名字都会写入 这个史冊里面 当然大家都要记得 无论是政府 去发债这么大规模 还是你普通人 去借钱的话 有一件事都要做的 就是你要还钱 对不对 借得少还得少 借得多 当然就还得多 所以你看回 未来几年 那个发债规模 这么大的时候 去到几年之后 你就知道没有了 去到2027至28年的时候 要还 就是当年 那个年度 预计要还 那个数目 是要还超过 一千亿的 这个真的是 一千亿 我们普通人 是没有办法想象到 一个什么的数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到时 财爷 还是不是陈茂波 那陈茂波 财爷 现在去搞了这些事情之后 究竟他的下一手 如何去收拾这个局面呢 这个就是 未来香港的财政 也是相当需要 去留意的一个地方 哦 那很容易 到时要还一千亿 你知道就是两千亿 回来 就可以还了去 这些呢 就是债盖债 哎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了 很多人呢 就录一张卡 一张卡 另一张卡 那呢 你都可以捱到 一两年的 但是之后呢 到你的利息 去到很厉害的时候呢 你就发觉 哇 终于有一天 你会爆破 那么当然啦 材日就说 喂 香港现在公共的债务 占GDP 百分之四点几 很低 但是呢 就是香港 你就知道了 这个经济体 你没得跟英国 美国 日本那些比较 人家很高 但是呢 人家的货币 国际流通 那么香港呢 就要靠联系汇率 那么到时呢 如果你的债务太多 会不会被大恶冲击呢 这个呢 就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那么呢 波叔啊 他认为呢 就香港呢 这个财政状况 可以在几年之内呢 啊 就会转 规为营啊 哇 如果他做到呢 你不要说这些什么奖赏 就直接呢 应该扳过 诺贝尔经济学生 诺贝尔经济学生 是啊 真的呢 相当之厉害 应该呢 就请他去到全世界 教了所有国家领导人 啊 啊 盛事的领导人 啊 就是怎么可以 可以将这个财政状况 那么短期里面呢 真的可以扭转局势 真的要 如果你说 就是财赤 就是高企 如果你说 回到大约20年前 的时候 就是当梁甘松 做这个财政司司长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呢 香港都是连续几年呢 就是出现这个大的财政赤字的 那么呢 那么呢 当时呢 梁甘松司长呢 就很大刀斧 就是提出了 就是叫做减赤的措施 那么呢 看回如果你说 是由2003年到2007年呢 政府的那个经营开支呢 是由2100多亿呢 是减到呢 是不够2000亿的 的确是 就是 往后 例如到唐英年 到曾俊华 就是上台去做财业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叫少少得益 就是梁甘松司长 就是当年的高瞻远足呢 能够将到香港的一个 的财政状况呢 是扭转过来 但是你说 陈茂波司长现在提到呢 他在今年的预算案 那里提到就说 我们要严格控制 经营开支 这样 一般人呢 如果你家里 就是收入 收入不呼之的时候 有赤字的时候 那会怎样呢 那我当然会省一点 是不是 就是我买面包 可能就不买一只 就是贵一点的 就买一只便宜一点的 就是买其他的 一些的产品 那可能买一些 就是自家品牌 就不要买一些名牌的东西 就希望就花少点钱 但是原来在 陈茂波司长呢 那个理念当中 就并不是花少点钱 只是说开支增长 不要那么多 看回它 由2023 就是这个年度 去到2029年 这六个财职年度 你看到 政府的经营开支 其实是不断加的 就是今年是6062亿 下年是6137亿 然后去到2028至29 就是到时都不知道 谁做财业的时候 政府的经营开支 其实就已经升到 到6766亿 这样 那当然了 刚才你会说到 就是 如果 又要去发债 要还债的时候 那就 发多些 发多些 还得多 又要发 發發發發發 究竟去到什么时候呢 这几年有一句广告的slogan 可能大家都会很熟 香港人就是 借还是不借 还得到才好借 究竟 陈茂波司长 他有没有留意过这个广告 有没有留意过这个slogan呢 这个 这个 究竟是否真的 发到这么多债 借得多 还得多 又真的还得到呢 如意算盘 是不是真的打响呢 真的要 不知道在他的任内 可不可以解决得到 还是要他 之后 接他任的人 那些人呢 继续要处理这个摊子 我猜他 看回自己的数据 到时 够钟 起床 就拍拍拖手 就走了 你刚才说的数字 都相当惊人 原来看二十年前 香港经营开支 港币两千亿左右 现在 省眼已经到六千亿了 就是二十年增加了三倍 怎样来的呢 当年 梁錦松呢 就是紧速开支 公务员 都有份的 就减了薪金 我记得当年 幸好还有 有点点 跳了一点点 没有跳 就是当年的情况 就是这样 熬了两年 之后呢 就回回正常 那没错 虽然是 自己有点失法 好像没什么进展 那样 但是呢 都可以说 就是 明白到香港公共财政 就不是说公务越大了 一定要加薪工的 那这个呢 都明白当年的情况 现在呢 就好像香港的财政纪律 就荡然无存 但我记得《基本法》里面 有一句说话 要量入为出 那现在年年发债 算不算量入为出呢 如果这样也算 那什么才算 不是量入为出呢 值得大家三思一下 今天节目时间 差不多说到这里了 阿聪先生有什么补充 是啊 那我们都好像 发放了很多悲观的东西 那希望大家 即将来的新的财政年度 都不要这么悲观 嗯 我们悲观而已 看不到有志入兴的好处 不过呢 就可能大家会乐观点 那就可以看到有志入兴的好处了 讲到这么多了 今天讲到这么多了 拜拜